近二十五年没修的财政收支划分法 国民党联手蓝白十六县市提出修法版本 六月五号下周三排审蓝白再度合作 要中央把钱吐出来 我们国民党会寻求跟民众党的一起合作 来推动修法 不要让中央继续的集钱下去 而让所有的县市呢 事实上都只能熬熬带骨 根据国民党团版本 要求中央把精神修法后 多拿走的全国总收入百分之十五 约五千一百三十三亿元 给地方政府 民众党团版本也要中央释出 两千七百七十五亿元 以地方包围中央 预计将成为扩权法后 下个朝野战场 我相信民进党也说不定 也有他们自己的版本 这就到时候也是一样嘛 磨合嘛 一向抱持正面 开放愿意讨论的态度 但前提必须会聚各 现实政府的一致看法 不止财化法修法 国民党立委邮浩 马文君等三十七名 栏尾更联署提出政党 及其附随组织 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的修正草案 修法要把曾隶属于国家的法人 团体或机构 秉除在附随组织定义之外 更加上宿集既往弹书 被认为就是要替救国团等 被认定是不当党产的组织解套 一连串的修法扩权 连日本媒体人都看不下去 依法委员本来是要被大家谋福利的嘛 你雇一个管家来 他自己天天给自己涨薪水一样嘛 这个属于一个非常厚颜无耻的做法 从扩权法案到修财化法 甚至企图想拿回不当党产 国民党不断出招 恐怕再酿国会乱象 三连新闻 连贯志 黄城邦美军 最后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